手榴弹投掷是我军的一项重要训练科目,从建军以来,我军就将手榴弹作为步兵攻击和防御作战的重要武器。 近日,解放军媒体报道了一个信息,北部战区某套兵团教员宋复旦,例子投掷木柄手榴弹102米,打破全军记录,而等攻一次。 根据新闻介绍,宋复旦是一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干部,现位中卫军衔,2011年被评为全军优秀士官员才奖,宋复旦的投弹动作为舒展身躯,右脚蹬地,扭中腰部。 侧身也大,投掷出手,宋复旦当士兵的时候最煞长的就是投掷手榴弹,新兵节验考核,世界投出那62.5米的成绩,从新兵到中卫,宋复旦凭着一枚手榴弹,他先后29次渡的各级该相比武的冠军,打破并保持了军须,军,十,团,零,连六级的记录,先后荣力三等攻三次,二等攻一次, 一百零二米这个距离是十分了不起的,宋复旦中卫因此被战友们称为人肉海鸡泡,不过,这没啥实战意义,手榴弹飞行的远度,主要取决于出手时的出速和角度, 要取得一百零二米的成绩,需要出速达到三十三米每秒以上,以四十五度角投出,此时竖直方向的速度分量为二十三点三米每秒,这样手榴弹将于四点七秒后落于一百零二米的距离上, 然而手榴弹隐性作用时间只有三点五秒,投制十弹时,以出速三十三米每秒投制的手榴弹将在八十六亿的半空中爆炸, 人体投制手榴弹的出,速不会无限增加,一般人投制手榴弹的出速大约一十五米每秒,极限出速也不会超过二十米每秒, 三十三米每秒的出速相当于标枪世界冠军投制标枪的出速,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, 所以,这个投制纪录只能在军事竞赛中实现,必须使用不爆炸的教练弹,没有实战意义, 在一些抗日神剧中,经常会看到士兵把手榴弹扔出上百米远,这就太假了,一般士兵能投到三十米就符合要求, 根据我军心训练大纲的要求,士兵手榴弹丽兹投制,分为投远和投准两项, 其中手榴弹投远的标准是及格,良好,优秀标准分别是三十米,三十五米和四十米, 能投出五十米的战士,可授与投弹能守称号,投准考核是在包场设置内环直径三米,外环直径六米的投弹区, 距离三十米投三枚弹,全部命中或两枚命中内环位优秀,没有一枚命中环形吧,就是不及格, 也有网友认为手榴弹投得远,有很大的作战意义,因为可以让手榴弹空炸, 其实这是一厢情愿,想要用手榴弹取得空炸效果,是非常高难的, 普通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半径,在地面大约七点五米,空炸的话,大约十五米, 如果扔得过高过近,或过远,都会影响杀伤效果, 所以要想取得空炸效果,你需要准确的将手榴弹扔到敌人, 卯袋上方时都十五米高度,并且在这时恰巧爆炸, 这对于士兵的要求太高了,被人力所为,在奥运会上, 标、枪、牵球、练球、铁柄,所有的制装项目都是追求距离, 但在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和国际军事比武中, 手榴弹投指则既要比投准,又要比投远, 分为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、三十五米四个距离, 个头似没有五柄手榴弹,取投准的成绩几分, 所以,我军现在对于手榴弹实战训练, 更多的是要求投的准,根据军报的报道, 去年三月二十三日,第二十六集团军盟旅的一场 充满实战信息的手榴弹使用客目演示, 在训练场上时射了碉堡、坑的等攻势, 全部使用试弹,示范班长需要的距离五米, 有敌情的情况下,将手榴弹扔进长宽, 仅有二十厘米的敌交宝,按照实战要求, 手榴弹应该在点火后,停顿一到两秒再出手, 防止敌人回着手榴弹,投掷一枚小小的手榴弹,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。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